为了提倡友善职场新竹市劳工处在大圆板西门通举办了值得一起竹梦的世纪活动 号召职业学员回娘家同时也鼓励企业建立友善职场 我们希望每个市民都能够热在工作每个都能够工作做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也办理了新住民的职讯班以及身心障碍的职讯班等等 那特别对于我们这个飘洋过海来到台湾新竹这个地方 除了要施奉公婆以外要照顾家庭以外 我们希望给他一技之长能够在职场发光发亮 所以特别在今天在我们这个大圆板旁边的西门通 办理了我们这四年来职讯的一个成果设单的摊位 也要鼓励欢迎我们新朋友一起来参加 也希望雇主一起来营造友善的一个工作环境 西州市政府跟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桃竹苗分署 携手开办不同类别职业训练 像是来自四川的新住民侯嘉义 就在职讯班结讯之后将所学的跟家乡的好味道结合 同时也开创他第二故乡的新事业 我想要说让他比较正规 然后呢我也能学到说更符合台湾当地的法律法规 包括一些卫生需求卫生的规定之类的 所以我想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喷调的一个训练 是这样的 对因为到了台湾过后其实有 因为可能学历呀以前的工作经验都不太被认可 那我没办法去找我原本可能比较对口的工作 那餐饮的话我觉得蛮有特色 我们的四川的麻辣锅很有特色 然后呢我就想要让他让更多人通过我们的食物来认识我们的家乡 市场活动结合了中高龄就业 庇护工厂新住民跟更生人摊位展现友善的职场 在活动另一个角落还有人机结合最佳助手工艺宣导活动 让智能美甲机成为美甲师的最佳助手 那今天带来的是智慧美甲的这一个最新的一个科技 它能够让我们的民众有机会 能够在最短的速度里面能够快速的创业以及就业 让未来呢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那未来我们职讯中心还会展开一系列的职讯活动 例如像智慧智能或是创新产品设计 甚至Python程序语言等等 那也希望说广大民众有机会能够借有这些机会 能够来我们职讯中心展开更高而更好的人生 我们突破了传统的技能 可以让指甲彩绘在30秒的时间内呢 就可以彩绘在手上 像这边的作品都是我们的设备做出来的 那可以突破传统的工艺 那我们在创业上呢可以更轻易的 更轻易的来开启我们创业的人生 当天活动现场荣获了劳动部第17届金展奖 优良式机奖得主一般科技 也特别采购了三家庇护工厂年终耶诞福袋 赠送给关怀的劳工朋友家人 同时也一起带动工艺的循环 开阔新植万石连采访报道 这本也 plan了 不要这样 还说